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舉經你剛剛念的那一章是 昨天在新竹市跟縣 兩個公會發表新聞稿之後 錢康明寫的嘛 結果這個民眾黨支持者就很高潮 所以你看翻車了翻車了 抱歉了 我是覺得真的是 如果民眾黨今天會變成這樣的 我覺得他的支持者要負一半以上的成本 因為你連高級痠連反鳳文都看不懂 那我真的 我也不曉得該用怎麼樣 更用白話文的方式跟你們解釋 錢康明這一篇叫做反鳳 因為任何稍微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 如果這兩個公會去拜訪高宏安 談的是我們來辦跨年晚會 高宏安會不會 就算原本沒有約錢康明 高宏安會不會馬上問一下秘書 局長在不在你請他來一下 這個叫做行政體系 這個叫文官體制 你怎麼可能不通知錢康明呢 好 我先告訴大家結論 原本新竹市政府打算用350萬的預算 跟新竹縣合辦跨年晚會 不夠的錢要去募 對 魔鬼就在募款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錢康明說我夢到黨人財路 也就是錢康明講的夢到黨人財路 講到跨年晚會的時候 新竹市政府才臨時決定說不辦了 但是呢 你光這樣講 因為錢康明指證立立嘛 沒有人相信嘛 對 所以我覺得啦 昨天那兩個工會 是被高宏安拜託出來的啦 來背鍋的 零食啊 對啦 就是來背鍋的啦 我們接著看下去就知道 為什麼呢 我一一拿證據 新竹有很多電子業 你剛好不找電子工會 你突然就找了一個不動產工會 那他都後啦 建商比較熟咩 所以才因為又是建商的關係 電子業你以為他很熟嗎 而且新竹的電子業 需要靠新竹市政府嗎 好像不太需要嘛 但建商需不需要 有點需要 都根案子 其實我跟你講 所有的縣市首長 他們像我 據我所知 像林家榮在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建商給他政治獻金 他是退回去的 因為通常縣市首長 會跟建商保持適當的距離 不是建商不好 是因為雙方可能會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因為建商的使兆建兆都根 都抓在市政府手上 你只有高宏安完全不避險 不只住在建商的房子 使用建商提供的車 然後發言人的老公是建商 以前的市府顧問是建商 他的生活裡面是被建商包圍的 好 現在出來幫忙救駕也是建商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第一個證據 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工會的 榮譽理事長叫吳國寶 吳國寶是現任新竹市議員 他是無黨籍的 他會不知道六月份的時候 新竹市議會通過了350萬最佳預算 要辦跨年晚會 然後七月 他還很熱心的說 你那350萬不要花 我們來幫你辦 大家覺得有沒有合乎常理跟經驗法則 不可能啊 如果議員知道的話 他一定會說取消取消了 這解散了啦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大家看這個時間序 這時間序非常重要 來 7月20號 這個市政府自己講 他說7月20號 我們決定交給兩個工會主辦 對不對 可是往下看 到7月21號的時候 桃竹苗平台 前康明還跟這個代處長 新竹縣的代處長去聯絡 對 雙方達成協議 好 因為原本是說新竹放煙火 新竹縣辦火會 可是 這個他們通話之後發現 欸不對 倒過來了 變成我們辦活動 新竹縣放煙火 好 接下來 前康明就很急啊 第一個 我350萬不夠 我想辦法去募款 第二個 如果募款的話 我也要開標案 才有辦法募款 再來 所以他一直問李中庭說 那到底什麼時候 所以李中庭有一個 拿了一個企劃書給他 有沒有 好 接著 他 在問的時候 大家請注意看 最下面8月2號 關鍵在8月2號 8月2號 前康明不是放假嗎 對 在車上接到李中庭的電話 李中庭第一句話問他什麼 你跟蔡立青去見某人 討論跨年的事 為什麼沒有跟我報告 高雄安市長被人家疑問三不知 所以請問8月2號的時候 還有沒有要辦跨年 還是有啊 不就證明7月20號交給兩會辦 是說謊嗎 8月2號李中庭還在罵 前康明說 你去跟人家談跨年的事 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 7月20號已經決定 兩個工會要辦了 這代表說8月2號那個時候 都還沒有決定要給誰辦 或者是說 後面可能已經 李中庭有陸續在談了嗎 不像7月20號這個 已經應該是這樣說 一直到9月11號 前康明離職那一天 都還是新竹市政府要辦 就他跟新竹縣政府要合辦 對 那不夠的錢要去募款 那至於誰去募款 要募多少錢 這個要問 李中庭說他負責啊 要問李中庭 對要問李中庭 所以前康明 你為什麼會下台 因為你給薄 因為李中庭要做是你把他搶來做的 所以讓他沒有事情做 而且中間可能有一些 當然嘛 中間絕對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單純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昨天為什麼兩會 兩個工會出來發 是因為我的研判啦 高宏安緊急去拜託啦 說這樣子 我們這樣說謊 這樣奧不過去 趕快 你們出來講一下 所以呢 剛好 民眾黨支持者 柯粉們拿到之後 就拿去到處去貼 說你看你們翻車了 被打臉了 那你把這個時間序 跟你很簡單 你用常理去判斷 如果7月20號 已經決定兩會要辦 請問 李中庭為什麼這麼熱心 還拿出7月的企劃書 雖然這被稱為 現代版的7月怪談啦 雖然很爛啦 但是李中庭有必要這麼熱心嗎 這個活動是 慧珍跟小玉要辦的 然後企劃書我拿出來 我是頭上一槍喔 我幹嘛那麼假薄 你只要知道就已經決定 那就是建商的責任 我就是寫那單位啦 沒錯啊 我寫什麼企劃書 那企劃書就是 建商要寫的 要給我看的嘛 對啊 李中庭一定毀不當初嘛對不對 這7月20號還被人家笑 說只有這個大概 國一程度的power point的程度 那乾脆不要拿出來算了 所以你看從這些證據證明 一開始昨天新竹政務講說 7月20號就決定由建商來辦 是真的嗎 這個跟馬英九的特別費一樣 檢察官在查之後趕快捐錢 那晃哥如果照你所講的 那你看如果新竹市的不動產工會呢 是臨時被拉出來的話 這個背後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之後就真的是你辦嗎 還是背後有什麼樣貓膩 你跟誰有關係嗎 到今年底的時候誰關心誰辦 今年底的時候反正只要有一個 跨年我會擺出來就好了 你管他誰辦 而且今年底大家沒有在關心跨年 在關心總統選舉啊 因為1月13號就投票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 也許這個新竹縣跟新竹市的 建商工會原本有跟兩個縣政府談 說如果不夠辦的 錢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幫忙一下 我覺得這個都合理 可是請問有哪一個縣市的跨年網 我講的不是那種一大世界雲林建湖山 那個是因為他辦放煙火辦跨年 是為了因為他可以利用這個活動 招攬很多遊客來對他的營利是有幫助的 我講的是我們每年在101看到 或是我們在新北板橋看到跨年網會 請問有哪一個是由民間來辦理 不是都是市政府辦理 市政府辦錢不夠 想辦法去募款 為什麼 因為民間來辦的時候 你沒辦法動用公權力嘛 而且還有一個矛盾就是說 如果你7月20號就決定是新竹縣 跟新竹市的建商工會來辦 那錢康明為什麼要擔心錢不夠的問題 建商別的沒有就錢多 你根本不用擔心錢不夠的問題 建商會去想辦法 是啊 你都主辦的錢就是你們自己想辦法 所以顯然這一切都是矛盾嘛 所以為什麼我說昨天那個新聞稿 其實可能是被拜託出來的 趕快趕快出來幫我背一下鍋 不然我這一關我真的奧不過去了 因為錢康明到9月11號還在交接那個 寫得很爛的企劃書 那你覺得如果他早知道不要 但是企劃書早就被丟到 不知道被丟到哪裡去 早就資源回收了 他幹嘛跟新的局長交接呢 那你想說什麼 謝謝你 好 你為什麼